说到珠海航展呢 倩姐不断提醒说呢 是有改变战场的一个 一个不同的作为 比如说无人机这一块 我们刚刚就提到了 像是歼20S要指挥中等辽机 这就是指挥无人机啊 然后说到无人机 这种到无人机不得了 像是飞鸿95呢 群集那个飞行 然后重点是呢 它遥控的方式 到了2600公里外的内蒙古 进行相关的联动 进行呢 像是实时互联指挥控制等等 还有说到无人机 九天无人机不得了 它是呢等于是 这个风群航母了 那因为呢它10吨以上 起飞重量也很大 然后也是呢 有很大的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放无人机 所以它等于是 无人机的航空母舰 风潮可以用风群式的 攻击的母舰 还有呢彩虹漆呢 所以说后面放的是一个 这个中国大陆的航母 所以意思就是彩虹漆呢 这个无人机 无人的航母 会放到航母上面去 那另外可以看到 它制航的时间非常长 16个小时 0.5马赫速度 它可以飞 这个9千多公里 也被说是 中国大陆隐形版的 这个无人机 是对标B2了 所以如果你看 那个九天的话 九天它最重要的是 它底下可以有 那个异购风潮任务舱 所以它可以 在它的那个大的 无人机底下 搭载了成千上外的 小的无人机 然后这些无人机呢 跟我们以前看 那个独立日不太一样 你如果看那个外星人 侵占我们的时候 就是你把母舰打死了以后 其他的所有的舰就会失效 但是现在这些智能的 风潮无人机呢 它们是可以自己不断地去 彼此不断地对标的 它们可以自己不断地用人工智慧呢 去改变它们的任务 所以只要你还有一群还活着 它们就会重新地整理 不像说你只要把母舰打掉 它们就不能作战 好 这么讲起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庞大的结构 我试着把它理一下 如果看今年的这个 珠海航展回来的蔡委员 它可以再讲得更有实地感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当然它本身就像以前 我去做ICT投资的时候 去看很多的展 我都会先做一个MAP 说我要去看什么 那第一个它要看的是 军援军售市场 中国大陆的整体的国防工业体系 以及它的完整的产品线 你很有钱吗 你要买全部吗 你可以买全餐 如果你只有少数的预算 你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军事目的 你也可以去单点 所以说它有一个全完整的产品线 那这个对于其他的国家 譬如说美国来说 其实就是在跟整个中国的制造实力 也在对抗 不光是军工的研发 所以军援军售市场里面 你看到最大的一个 当然就是中航工业 和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电科 这两端 中航工业这次会 让大家看到眼睛一亮的 就是那些第五代的战机 刚才那些所有的军迷 所有的男人都很兴奋的 刚才是蔡委员说的 是男生的玩具 歼20S 35A 31C 这是第五代战机而已 不要忘了他们还要展示 很多的弹药远程的空射的弹道弹 这些东西还加上他们所有的配套 如果说你只有这些弹药的销售 或者是供应 你没有后面的配套的话 其实也是很危险 所以第五代的战机弹药 还有别忘了资源保障 像运20 运20原来是一个大的加油机 可是我们在很多的旧难 你就看到它发挥了大量的 长期的投射的这些能力以外 这次还会告诉你它增加了一个散落 精准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它无论是在空中的战机 弹药跟资源保障上面 都会给你看到一个完整的产品线 然后可以在中间你可以选择 另外最大的进步 而且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是21世纪在整个战场上面 最大的影响是电磁制导自动控制 像这些部分是中国大陆非常非常强的 就是空空导弹研究院在做的 另外已经讲了的是查打跟协同 无论是智能的无人机 风群的无人机 自己战斗的 AI的 或者是做中成疗机的 就是说从以前的侦查到查打一起 到中成疗机 是我们认为的第一阶段的无人机的进步 所以刚才特别对于歼20S是两座 就是大家觉得很兴奋 如果你像我一样看了很多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的话 你就知道以前的那些战斗机就是 前面的人是负责开飞机嘛 你后面有一个负责所有的 操作武器的 那现在后面那个人他也许是操作武器 他也许是操作中成疗机 他也许是在操作所有的那些制导的系统 因为你在整个飞机上面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资讯进来 所以未来的战争的太阳里面电池自导自动控制的那些比例会非常的高 而在珠海航展中间你会看到以外呢 都是在一个其他的国家如果想要去进入新的战场态势的那些战场管理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的 另外就是刚才讲的像九天一样的查打与协同以外 这些的无人机最后一个展示的那些部分呢 就是他们在舰载机上的功能 他在海上作战 而海上作战从来都不是单独的海上作战 他会有海陆空天电 他有这么多的东西的总合体 所以如果观看这些 就是在article武器这个部分呢 你就已经有这么庞大的国防工业整个体系的展示 而且他们很多都可以有民用的用途 像刚才讲的运20他的散落的精准投射呢 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到加萨 你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去投射一些物资 如果以色列不让你在近距离投射 你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投射物资给加萨的难民 而且这些都有很多在救难和其他的民间用途 另外一边同样非常精彩的 就是中国电科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就不是只是坐飞机而已 中国电科呢他们做的东西就是完全就是未来的市场 也是未来的战场 C4ISR K 就我们以前讲的那个指管通行系统下面最后加上了一个K 因为现在不只是指管通行 他就直接就是Kill就是攻击了 那在真空间距的战场管理以外呢 全部的信息化作战的中枢 他把它整合成一辆车也好 或者是一个小的指挥中心也好 或一个Council也好 他把这些所有的信息化都整合起来 那么包含了讲的那些无人机的反制系统 今天你有这么多可怕的无人机 你要如何去反制它呢 包含了你要如何的去侦查 导航去诱偏光电电磁杀伤 用无人机来攻击无人机 像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中国电科这边 所以勉强要分的话 可以说一边是硬体的 一边是软体的 两边协同起来呢 就是未来的战场上面的 真正的战场态势 而且他很快的就会加入 很大量的AI的辅助决策 所以今天我们去看珠海航展也好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 整个军工产业的发展也好呢 一定要看出来 他跟美国现在包含我们在做 未来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美国想要建的那些庞大的载台 和未来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印太地区的战争中间 是绝对相关 而且这些新的战争的态势也好 战场的管理也好 正式战争形态的想定也好 将会是未来的主流 主流绝对不会是美国 在二十世界大战以后 遗留下来的那些 庞大而昂贵的系统 这些新的 无论是中航工业 或者是中国电科 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的 体系作战的能力 将会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真正课题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